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陈湘如谢首发预告,杨子诚意演技派对戏看得过瘾,浮化到再现。 有很多人都认为《仙剑奇侠传》系列已成为了仙侠剧不可超越的存在, 有情怀,不局限于情爱,有武侠,有仙女还有大爱无私, 而如今的仙侠剧每每遭到吐槽,已是因为玄角不够仙气, 二是浮化到普通,三是剧情不够严谨,没能让观众有代入感, 去年的一部暑期当作品《琉璃》倒是口碑不错。 《琉璃》由当时在娱乐圈里名不见经传的陈毅以及袁冰岩主演, 两位在去年的夏天人气暴涨,不过在剧组云歌会的《Chive CP》事件实在是闹得难看, 否则这部剧的《CP粉》应该还是很多的, 现在只剩下了不少演技粉和维粉。 诚意在琉璃大红后,咖位自然也是上来了许多。 诚意所在的公司是专业的影视剧公司, 旗下艺人有一姐杨子,古装男神任佳伦, 以及很多我们熟悉的配角面孔, 比如刘学义、张雨昕、韩洞等等。 诚意在火了以后被安排了好几部和张雨昕二搭, 三搭的剧,而后才迎来了又一部仙侠, 巨大制作《陈香如蟹》。 《陈香如蟹》这部剧的女主选角, 可谓是一波三折又一折, 先是将饼转到了今年年初大红的景田身上, 而后又转到了白鹿, 最后丢回给了自家一姐杨子, 杨子也本是最先中意的女主角吗? 可是当初的档期不好调整, 在三月份时, 剧组已经搭好了布景, 如果迟迟不能定下女主角, 将损失很大, 最终欢瑞只能选择让一线女演员杨子就场, 粉丝们抵制无效。 不过小编认为杨子接这部剧, 其实对自己来说无功无过, 因为杨子之前早已有过 《香蜜沉沉浸如霜》这样的暴剧, 如果再来接沉香如谢, 显得有些局限性, 但是杨子就场了这部剧的话, 等于给了公司面子, 以后想要赛什么剧, 大可拒绝, 且和诚意是第一次主角戏合作, 相信两位优秀的演员, 可以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对戏。 7月30日, 该剧在开拍了好几月后, 放出了首发预告和高清关宣照。 首发预告有四分钟, 情节和节奏掌握得很好, 先是甜甜欢快的开场, 较为有悬念感, 而后是主角间的各种误会与情感纠缠, 和其他仙侠剧的节奏差不多, 不过诚意和杨子作为都演过仙侠剧的演员, 在演技上面有更多细腻的地方。 两人在对戏时很流畅自然, 眼神戏饱含情意, 且浮化到方面, 剧组也稳定在了琉璃的水平, 且更加精美、华丽, 诚意的好几场戏仿佛让人看到了丝缝, 很有脆弱感和破碎感, 而杨子的服装也不与其他仙侠剧女主撞衫, 发型也是显有撞上的, 造型式还让主角多次穿同色系服装, 所以浮化到方面和演员演技大可放心。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